除了我们整理啊改编啊移植的一些作品外 就涌现了很多现在的这个反映现代生活很多优秀的作品 像吕冰园的这个河南小曲啊 湘祖英的这个邦子峰啊 这个像这个黄海怀的江河水 刘文金的三文侠唱响曲 陈月星的这个这个战马奔腾 包括我们这个王建民评委的这第二弧协作曲 他这个作品的这个是非常广泛 那么内涵也非常丰富 如果像你这样的比较成熟一点 这个演奏家如果在其他方面 尤其是在内涵方面 在你内心的这个方面能够展示出更多的话 我想可能对你的这个演奏 这个综合性的才艺方面就和体现的更深刻 当然你的你的这个才艺是非常好 祝贺你取得好场景 我们也希望看到今后你更多的才艺 谢谢 谢谢评委点评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选手的得分 去掉一个最高分就是7.0分 去掉一个最低分94.0分 二号选手的演奏得分是95.50分 残忆得分0.90分 二号选手周婷婷的最后得分是96.40分 观众朋友 现在我看到健身组成员正在示意我 他们有话要说 那我们就把时间留给健身组 有请 比赛已经进行到第五场 观众反映比赛是一场比一场精彩 好看 特别是昨天晚上呢 又在比赛进行中增加了评委的示范 使比赛又添了新的亮点 他们希望每一场都能见到评委专家的技艺展示 下面呢 健身组提请宋飞评委点评二号选手周婷婷的演奏特点 同时为选手和观众做示范演奏 我们掌声欢迎宋飞评委 有请宋飞评委 特别感谢宋飞评委 谢谢 来我们再次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她 你好宋飞评委 先做一个点评好不好 我想她的演奏刚才我觉得是非常自然 非常自信 有一点呢 我可能我看了几天比赛了 我感觉到就是 她是第一个选择了一个五分钟以内的完整的曲目 在比赛当中出现的 所以我想她这种自信体现在她不去求难求大 而去把一个非常具有民族风格的乐曲 能够在舞台上展示出来 所以从这点上 我想她对音乐她独特的一种她的认识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大家可以能在前两天看到了很多像流浪者之歌呀 野风飞舞啊 这样快速的技巧 这种快速技巧对于我们民乐学习当中是一方面的技巧 而去把我们众多的丰富的民族的风格 地狱的风格 这种流派时代的风格 去在演奏当中把握好呢 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技巧 所以在这个乐曲当中 我想她对这个风格把握还是比较好的 那么这个像少数民族这个新疆地区的这个音乐呢 我在上学的时候老师就告诉我们听了很多素材说 她那地方的音律跟我们这个汉族的是不一样的 所以在她的那地方有那种微分音四分之三音 所以在我们听起来那个音高是游离的很特殊的 所以我在演奏这首乐曲当中呢 我就用了很多大的这种滑柔 比较夸张的滑柔去把这个音乐当中的这种风味能够表现出来 那我就很很想啊 告诉大家 就其实作为搞民乐的人 他在学习这种风格性的东西的时候 在背后要做很多功课 我呢很幸运 当我演奏这首曲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在新疆生活过的一个从事音乐的人呢 他就说我知道这段旋律 它原型是一个歌 所以在这里呢 为了表示对他的这个肯定吧 我把这个我记得的这两句歌词唱给他听 哇 特别感谢 特别感谢 这个中段的那个旋律啊 没想到宋飞评委的歌后如此美妙 这样吧 宋飞评委 刚才尖神组评委也提到了 希望您现场示范一下 能现场示范一下吗 借给我你的那个手骨搭档和你那把二胡吗 没问题 来来来 应该说很高兴啊 我在18年前也是在电视大奖赛当中的一个选手 那么在这个当时的比赛当中 我想我们的状态没有他们现在这么松弛 同时呢也没有这样一个非常立体的多元的 给他们展示的这样的一个赛场的这种规则 所以今天呢也感谢可以跟你分享这个舞台 说得好 来 宋飞评委 来 周婷婷 我们在旁边听一听 多好的一次学习机会啊 我们在旁边听一听 其实是 这种辑合 我们在旁边的旁边的旁边 上来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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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感觉我要学习的东西太多了 尤其像宋老师把这个新疆的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我觉得我该学习的很多很多 谢谢谢谢 我想这堂课不仅对你 对于电视机前的很多喜欢二胡演奏的观众朋友来说 也是非常生动的一课 谢谢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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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同 好 即可登陆华英网站论坛 bbs.华英.com参与讨论 就有机会得到本次大赛全部低位第一套 华英.com参与 华英.com参与